在东方 有纳珍珠 闪闪不光 为未来香港 再努力过 不断地发展 时刻更过 无双方 群境风波 一起去港 一人之经 永远胜过 永远是远在香港 在青衣的上空望下来 我见青衣位于西九龙 大嶼山和新界西的中间 贯穿其中的三号干线 九号干线和基铁块线 将上述三地连接起来 但三十多年前 这里还是沪岛 交通工具是坐船 是摇脑的 用摇脑摇着过去的 最主要是出入去荃湾 和葵涌两个地方 去不了远的 因为用摇脑是比较小的船 五、六十年代 青衣居民主要是依靠 渡轮出入青衣 在岛外读书或工作 都十分不便 有急病的时候 更加可能废舍不死 我六点多起床 然后去码头搭油麻地小轮 去到荃湾 然后在荃湾再坐小轮 就去到中环 再坐电车就去到西环上学 差不多用了一个多两个小时 这个陆路交通极为不方便的沪岛 由于海岸水深 反而受到部分主要 依赖航运的重工业侵来 首先是中电在这里 兴建发电厂 旗后船厂、油库、水泥厂等 亦相计在这里设厂 当年船王董奥云的海上学府 就是泊在青衣对开海面改装 不慎被付出一句 很多青衣居民都目睹这次的火灾 船一路无烟、一路烧 但初时看不到火的 后期很多海上很像瘦 一个很高层次,很多层 超超的船有灭火轮在救火 可能会噴水 船会慢慢轻轻 可能水进了船舱 重量轻轻轻轻轻轻 慢慢地沉沉 烧了好多几天才整个船沉了 政府为了保障这几间大企业的安全运作 协议几间企业出钱起条权 建成之后交由政府管理 当时集资目标是一千八百万元 其中由中电负责八百三十万元 他们来到一间发尊厂 就怕到打风 然后有些吹烂的发尊厂 又去找一辆车,又开始修理 你去找车,当然要做马路 到马路由青衣码头做到 又开山,时间更长 我叫他不如起一条桥更好 后来就研究一下起桥 邓立泰当年担任青衣乡事会主席 外地人来青衣起桥设厂 都免不了要找乡事会商议 初初李明府的南图 北桥有一条桥过青衣 初时在德志古北桥 发尊南图有一条桥 因为他在南图团团团 如果北桥重演,那就在南图团团 起桥之前 适逢李文虎新春现请新界乡身 港督麦李豪专程找到邓立泰 了解乡文对发展青衣的意见 邓立泰借机请求港督 把车路搏到青衣去 港督答应了 我说他起桥路过青衣市区 那里路是私人做的 政府做的 不是做法典做的 所以有钱赔偿 给那些路边的移民 那些农民、养资 带给我们赔偿 那天赔偿 我说他在行政区 做青衣发展的 那个邓立泰借机 就叫我 有没有钱 我问我 我做什么事 我说有了 我说有多少钱 三几万 三几万 我就有 那他说 我们拿到来 盆床给那些人 早点搬了 就开工 走那条路 那天天 他说政府申请到 因为联民府拿钱做的事要申请 所以申请到东西我不用了 当时由青衣桥脚到市区 中间隔着青衣堂 如果绕堂而过会远很多 于是政府决定在青衣堂 架一条临时用的桥 当时青衣堂没有发展 那我们就需要供兵做一条桥 我们通过一条桥 任时走一条桥 我通过青衣市区 右边是门仔堂的前身 当时有很多仁堂 有很多仁堂 有很多仁堂 现在都团满了 很多公屋都变成了 青衣大街就是这条 这条是青衣大街 这条 因为青衣的时候地方不是很大 很大,不是很大 一条街,一条街 全部都是海 变成只有一条街很窄 有几间小店 王大喜是原居渔民代表 其实他跟大多数青衣渔民一样 都并非小居青衣 本来我们是荃湾的原居渔民 六十年代已在荃湾作业 因为政府发展 将荃湾屯海 一直到64年 整个门仔堂 都穿过来门仔堂的移民 当时在六七年时大暴动 杨刚很多移民都对集在青衣门仔堂 为什么呢 对峰堂只有一个 船都要靠维持日常生活和安全 青衣桥的兴建 对当时的青衣居民来说 是一件极为兴奋的大事 当然想不到会有一条这样的桥 因为以前建一条桥 和一条这么大规模的桥 是想象不到的 在建建的时候 经常有一辆单车来看下的规模 觉得是非常赞叹的建筑 以往来说 多数都是用钢筋混凝土的方式来做 但纯钢筋混凝土来说 桥梁最多是20米到30米 而到开始香港人入育应力 这样来做的时候 桥梁就可以来到比较长跨了 因此来说 青衣门桥那时开始多了这一类的桥 而引入 所以变成一个比较上 早期香港是用预影力作为一个设计方式的桥 所谓预影力的建桥方式 现在已经很常见 就是建好桥等之后 将一块块鱼制件齐上去 靠预影力相互拉股 但当时这个还是全新的科技 以前真的很难想像 可以来到一个个组件 原来中间不是靠着 中间要去黏着它 是完全靠预影力来黏着它 当时这些概念来说 比较上是挺新鲜 因为由企业出钱建桥 桥建好之后 起初只是给几间大企业的车过 其他的车辆 并不能使用这条桥 你不让我将来 我青衣人有什么急事 怎么办 以前我和联盟府 乡事会和联盟府商量过 同意半三更半夜有什么急症 我们有电话给你问 你电话你船出那些游泳公司 他就车送我们前湾 我们前湾可以出九楼 那道桥通了 游泳的船是停航 我怎么办 所以我和他们切冲办法 美国代表有个通行证 美国尊代表有个通行证 这样解决了 后来这个规定逐渐放松 大约一年后 44号巴士开始驶入青衣 青衣居民开始摆脱 只可以坐船的速驳 青衣桥也正式成为一条公众用桥 政府供水也跟着大桥铺进青衣 那水母局就跟我说 说要街口五百个户口 不止有街口 我就不同意他说 青衣边有五百个户口 五百个户口那街口就是什么 如果不是个人都打架了 你说我那里 已经不去赚钱 我最好找个代表认为哪条村 哪个地方有街口 最好不用我说的村子的表演 是不是跟我村子的表演 这些画一个 哪个画一个 选拟的同意 就是教导自己的后果 是 这个 是 我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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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是 是 我